然后下面对应的就是这个动态库怎么去使用 那么其实它的使用方法呢 跟静态库一样 使用方法一样 那么什么叫一样呢 什么叫一样 那么接着说我们现在呢有什么呢 有投文件 投文件什么呢 a.h 投文件a.h 那么还有什么呢 有这个动态库 动态库呢叫做labtest.so 好有这两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这两个文件啊 一个动态库一个投文件呢是用户呢提供给我们的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库呢用起来 你就需要写一个测试程序 参考什么写呢 参考a.h这个投文件去写 然后呢编写测试程序 好 就是说你必要用一下1.h里边声明的函数 你这个特程序写完了之后呢 假如说啊 他就要做man.c 好 特程序呢 咱们也写出来了 那么写完了之后 就需要呢 把这三者做一个编译 那编译啊 就是他们三个都在同一级目录下边 都在同一级目录 那你说这个命令应该怎么写 你就参照上面这个写就行了 你不是说什么都一样 bc man.c 后边什么 那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投文件 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啊 我就指定一下 当前目录吧 杠大i 后边呢 这是投文件啊 指定投文件的目录 因为我们除了使用这个man.c 还使用什么呀 还需要使用这个库吧 其实库里边呢 也是原代码 只不过是二进制的 啊 那么你这个二进制的 我们需要在编译的时候 把它编译进去 杠什么呀 杠大i 就是当前目录啊 就点杠嘛 对吧 杠小i 杠小i 指定什么呢 是不是指定库的名字 库的名字叫什么呢 就是test吧 你掐头去尾啊 啊 test啊 那么这个 你看一下 这个杠大l和路径之间呢 有空格也行 没有也行 这没有什么限定啊 看你的一个书写习惯 这个杠小l和test之间呢 跟库的名字之间呢 有空格和没空格 这个也无所谓 啊 看你的书写习惯了 然后写完之后 咱们比如说 生成一个文件叫app 就是杠欧app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能够 把这个测试程序啊 生成一个可执行的文件 啊 咱们来试一下 然后这样说 你看在咱们当前的lab目录下边呢 我只留了一个啊 把刚才咱们创建的静态库呢 给它删掉 好 so 好 那么这个man.c呢 它就是测试文件 那么怎么把这个man.c 生成一个可执行的程序呢 GGG 什么 man.c 后边呢 杠杠大I 投文件 就是当前目录 就是当前目录点 -include 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需要指定一个 这个动态库的一个目录啊 啊 动态库的目录啊 -l 当前目录 下边的lab吧 当前目录里边 lab目录里边 好 那么再往后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静态库的名字啊 动态库的名字 叫什么呀 my.c.lc 看一下啊 好 那这个名字啊 叫lab.my.c.lc 也就是说 你只需要 怎么着 写中间这一部分 就是我画起来的这部分啊 两边呢 咱们把它去掉 那么这样写 最终呢 我们要生成一个app 好 回车 那现在呢 app呢 就升红了 好 那升级之后啊 咱们再来执行一下 好 是不是出问题了 看看什么呀 这个app啊 error well 什么loading share 加载这个动态库的时候 这个lab.my.c.lc so count open 就没有打开 为什么没打开呢 没有这个文件或者是目录 他说没有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 实际上有啊 那跟这个 也就是说 动态库啊 其实他的工作模式 跟静态库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 就随之呢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那至于怎么解决呢 啊 那下边呢 咱们就说了 说一下怎么解决啊 先把这个呢 先保存一下啊 我来说准备了 我来说它是不一样的啊